他剛剛講說家庭分工嘛 可是你想想看 你們都已經結婚了 你在那邊講說 這是你的事、我的事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問他說 昨天晚上我 大概睡到十點多 然後他就把我叫起來 你快點起來好不好 我說幹嘛 我說很累 他說你那個咖哩 煮完沒有冰 然後蛤蜊突然殺還沒有冰 趕快去冰 我說 好 我心想說那現在怎樣 冰蛤蜊很難嗎 對啊 冰蛤蜊 這很難的一件事嗎 我問你哦 是不是做菜都是你在做 對啊 對嗎 在激動什麼 所以啊 做菜我在做 冰蛤蜊 你冰不行嗎 對 不行嗎 不行 為什麼 OK 你講 就是有些女生 就是我們一男生的立場 是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 這麼難接 你也敢跳下來接這個 有之後 你們是不是有時候 比如說冰箱 或是醬油在裡面 或是調味料在裡面 就是我們浪放的時候 你們會生氣啊 你浪放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生氣 但問題是 蛤蜊就放冰箱 你能浪放到哪裡去 沒有 沒有 你看現在的冰箱很厲害 有些就是溫度不一樣 這個是有時候 這個是零度的地方 就是會壞掉 那就是有些水果飯上面 我們男人哪知道 沒有 因為女生很麻煩 女生常常比如說一鍋湯 他都會跟你講說 有時候又要跟你講 要滾過 對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 如果還問問的時候 又不能放進去 然後就像孟多剛剛講的 冰箱是你們的 對 那汽車是我們的 是 比如說如果 等一下 你不要那麼站起來 對 所以如果說汽車 人家好不容易跳下來了 好站頭 對 我在幫你 汽車上面有一些行李 是不是我們男生 要幫你拿下來 好有道理 對 所以冰箱 應該放進冰箱的 就女生放 那汽車該我們弄的 就我們弄 你這一整段 連桃園的李太太都聽得出來 你是亂白的 我想說 我想說 節目開始十分鐘 我還沒講到話 對啊 小孩子就這樣講一下 一定可不可以再派個強棒 強棒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哦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哦 有哦 有哦 下鈴鐺 但我們有家自己 aussi 沒有